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目前應該還有一個思考該入手地平線4還是地平線5的 但我這一集影片會簡單做一個比較 先從購買的問題說起地平線4跟地平線5分散的加穩 分別是標準版、草花版跟終極版 那我這邊一律都是充建特價的時候購買終極版 由於小重點 前一集官方公佈將在2024年12月15號從雙面臺下降地平線4 目前DLC內容也都迅速下降了 所以我們都推薦給我買終極版 最後這集4代跟5代我該怎麼選 簡單說4代跟5代差異的有地圖、物理運算、DLC內容及車輛 從地圖說起 4代以英國為主題 5代則是墨西哥 季節變化部分4代會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地圖大小5代的地圖比較大 物理運算 4代的物理運算造成的手感會比5代差很多 這是我由往5代長時間對比下來4代的感受 DLC內容 4代的DLC是財富島以及熱高世界 5代則是拉翼賽以及烽火輪 車輛 4代缺乏2021年後的新車 5代則是有近期年的新車 但目前還要在做新增的部分 那我將4代對比5代的優惠連同跟誰的一個表格放在下方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跟比較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拜拜 它最新的第一項